Hello, 大家好, 我是莎 大阪关西机场是日本最多廉航停泊的地方 今次为大家介绍这里免费的休息室 便宜用它们的浴室究竟要多少钱呢? 位置在哪呢? 还有附近便宜吃宵夜的餐厅呢? 要穷有大阪,首先要知道这里省钱的小提示 Are you ready? 有穷有经验的朋友 就会知道廉航的到境和离境时间 都是很久不搭8的 Time Slot 很不吸引 一不去到半夜到,就是倒市那么早 要跌出去机场赶搭飞机 那好不好订多一晚酒店呢? 当然不好啦 只要看完这条片,你就会知道 如何可以好好利用这里免费的设施 为你最少省了一晚的酒店钱 当你到达大阪,便会来到关西机场的Terminal 1 沿着前方行,便会来到这里 在这里,就是搭电车买车飞的地方 有JR 或南海线 我会在另一条片跟大家分享 如何买车飞去大阪市区或其他地方 说回这里,朝着箭嘴去Terminal 2 方向 你会来到Aro Plaza 首先我们看看水牌 Aro Plaza 里面有什么设施 在T2有Pitch Airlines和Spring Airlines的International飞机 如果Spring Airlines要搭国内线 Domestic,便会在Terminal 1 看回这里Aro Plaza 我们现在在Aro Plaza的2楼 1楼有Lawson便利店 2楼也有Lawson 也有24小时开放 还有Burger King和几间餐厅 有一个免费的休息室 3楼有胶囊酒店的First Cabin 以前我也介绍过 你们可以在我的播放清单找到First Cabin 另外一间24小时的松屋 HIGHLY RECOMMEND 便宜吃这个牛肉饭 好,我们去到2楼 先找一下Shower Room和Waiting Room Follow Me 这里上面是松屋 不过我们现在先去2楼的Shower Room 一进去,你会见到Corn Locker 200日圆3小时 你可以放下行李 慢慢去整个机场购买一下 如果不是的话 你可以仍然留在这一层 先去冲凉凉 或者在这里休息也可以 沿途也有些黑色、绿色、红色的床 是给大家在这里摊透一下 木椅和桌子 旁边还有免费充电 你可以慢慢坐一边充电一边上网 看看四仔都没人理你 不过要保持宿静 机场有免费Wi-Fi 走过少少便有Vender Machine 200日圆便买到毛巾 又有饮品 洗完凉才过去休息 来看看浴室 这里有五间浴室 哇,挺大的 可以带一件行李进去 有块镜 锁好门先 记得带定这些Corns 入钱是500日圆15分钟 你可以洗一下鳥 擦一下鲲鱼 有得教水温 地上也有洗头水和沐浴液 不过我建议带你自己的用品 好些 你要入Corns 就要5.100日圆 记得留意 15分钟之后 水就会自动停 到时有需要 你才再入钱 姨妈、亲戚 要放好些 不要弄到地方弄髒了 洗完凉我们过隔离 这里由晚上6点至早上9点 是免费开放给大家休息 其余的时间都是上锁 可以免费借风筒 至于借毛毡 就要在晚上11点之后才可以借 我建议大家可以戴備自己的吹气 neck pillow 再远一点有浴婴室 给父母帮BB换片或喂奶的地方 这里也有充电 但记得保管好自己的财物 地方也很大 走出去就有快餐店 和24小时的Lawson便利店 Lawson里面有很多小食杯面 饭团、沙律 很多食物都是8多日圆 我们上到三楼 有一家意大利餐厅 旁边是一个smoking room 到尽头是first cabin的胶囊旅馆 右手边是24小时营业的虫屋 有很多选择 300多日圆起 就可以吃一个牛肉饭 亦可以堂食和外卖 以及入了钱 下了order 然后很快店员就可以给你饭 我自己拿调味料和餐具 你知道我很重口味 看起来我放了很多五味粉 好了 我带回去慢慢吃 今次就先说到这么多 下次我们再分享大阪旅游的tips 如果你喜欢的话 希望可以支持一下 分享订阅和like 下次再聊个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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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